我是谷阿姆 今天心血来潮帮你从电影中整理出五种 分手常见的理由 还有背后的真相 希望这个整理对你有帮助 首先是最基本的没新鲜感了 掰 在练下500日这部电影中 男主角原先一直觉得 他跟交往一年的女主角 是因为女方不相信真爱 害怕婚姻 不想被爱情束缚 加上热恋过后 对对方都没新鲜感了 才会导致双方最后分手 但多年后 男主角跟结了婚的女主角巧遇聊天 听他眼中充满闪光的 说着自己是因为在咖啡厅看书时 被他的现任老公搭讪后 发生了很多浪漫的事 才害他忍不住的嫁了 现在还怀了孕过得很幸福哦 这时男主角才明白 当年女主角也不是害怕婚姻 或是对他没有新鲜感 单纯就只是没那么爱他 不想跟他发展更多而已嘛 所以我建议男主角 可以上交友约会聊天APP VTouch找一个想跟他发展更多的对象 也取得自己的幸福吧 接着第二种常见的分手理由就是 我要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了 掰 在《越来越爱你》这部电影中男主角因为 要女主角放弃自己的梦想 陪他经营他的事业 导致女主角觉得他太自私 提了分手 不过后来也因为 男主角想通了 反过来鼓励女主角出国追梦 这才使女主角又开心的提了复合 但男主角却又表示 不想害你因为恋爱而分心 导致梦想没追好 所以等你追求完后我们再复合吧 结果女主角就嫁给了 在他追梦的路上 陪伴他照顾他的高富帅 这时男主角才想通 他当初其实也不是怕 陪女主角出国会影响他追梦 主要也是男主角自己 不想放下手上的事业 没选爱情和女主角走而已 所以我建议男主角可以上 聊天交友约会APP WeTouch 找一个能陪伴他经营事业的对象 这样爱情跟事业都能兼得哦 再来第三种常见的分手理由是 我需要你时你却无法在我身边 所以掰 在最后一封情书这部电影中 男女主角快速的进入热恋后 男主角就去当兵了 那刚开始双方还能靠着信件往来 勉强维持住对彼此的热情 但随着当兵的时间越来越长 退伍的时间仍然不确定 导致女主角最终等不下去的 写了分手信嫁给了另一个 他没那么爱 但能在他伤心难过时 陪在他身边照顾他的人 这也让男主角开始思考 究竟耐不住寂寞和 抵抗不了有人陪伴时 产生的那种温热诱惑 是一样的意思吗 所以我建议男主角可以在休假时 上交友聊天约会APP WeTouch 找一个愿意等他退伍的对象 就不用怕被兵变了 接着第四种常见的分手理由就是 我看不到未来 在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中 男主角原本一直认为 是因为自己想飞黄腾达 却飞不起来 然后自暴自弃的 什么都不管 整天就只打电动 才导致女主角觉得跟着他 看不到未来的提了分手 直到后来 男主角真的飞黄腾达的 来挽回女主角 却被对方倚 你只是想弥补我 而不是爱我给拒绝时 他才明白 好像也不完全是 有没有钱的问题嘛 主要是你有没有让对方感受到爱啊 所以我建议男主角 才有悟性能感受到他爱的对象 这样他的钱才有发挥的空间 再来第五种常见的分手理由就是 你这个劈腿的渣男掰 在曼哈顿练习曲这部电影中 女主角放下一切陪男主角到 大城市中闯荡音乐圈 然后照顾他到自己变成黄脸婆 结果男主角事业有成后 却跟充满自信 光鲜亮丽的女助理乱搞 害女主角伤心的 觉得对方好扎提的分手 但同时他也明白 自己必须要有番事业 才能更有魅力的 持续征服自己想征服的目标 因此他开始打拼 然后我建议他可以等事业有成魅力大增 想在谈场恋爱时 就上交友聊天约会APP WeTouch 找一个不会背叛他的男人 避免又被渣 OK相信以上 没有了新鲜感 我要去追梦了 你无法陪伴我 我看不到未来 你这个渣男掰 应该占了99%的分手理由 其中第五点应该更占了98% 所以问题就来了 分手很难过就算了 但下一场恋爱 要怎么避开人渣勒 很简单嘛 现在正派经营充满好人的交友约会聊天APP非常多嘛 例如WeTouch啊 或是WeTouch啊 所以你可以去下载这个APP上去找人贪贪心 交交朋友排解寂寞 抒发情绪 这样要是运气好的话 你很快就能再来场新恋情咯 加油 可可